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今集第一集的《堅尼读书》 我是你的新主持人木鱼 这个节目是一个关于读书的节目 很高兴Simon邀请了我来主持这个节目 但这位可能大家都比我更熟悉 是来自香港的威廉 《堅尼读书》 威廉其实是来自斑点星球的 没错 不一定是来自香港的 最近威廉又出了一本书叫《十年后我还在写为书》 是由台湾的大块文化出版的 这本书是计算你上一本书已经隔了十年时间 上一本书来到现在又用广东话来书写 又来到台湾书写 这本书是今个月即是6月出版的 想问一下这本书的缘起和William这本书写了多久呢? 这本书的缘起就是我搬来这里就认识了一些新朋友 那些新朋友就知道我过去就有写过一本书 但是是广东话来的 然后本来就说会不会可以变成了繁体中文版 然后我就觉得以前很久的书不如要写 真的要出的书不如出一些新的书吧 不如再写吧 因为以前第一本就是说我小时候 到预备我自己的丧礼的过程 而这十年期间就是刚刚过去的十年 其实我也做了很多不同的事件 然后包括可能是很多人都会问 其实你的丧礼是怎样的 然后第一本书是无论的 因为第一本书是prepare我的心情 所以我就想起不如写另外一本吧 而机缘巧合之下 配仪老师就推荐一下 然后就跟大法文化有一个这样的关系 是 补充一些背景就是 威廉就是一位天生的时候 就已经是有皮肤癌的一位患者 在这本书和应该上一本书都有写过这个背景 其实从小到大 威廉都是在一个死亡的环境里面长大 就是医生从小到小就跟你说 你只有三年生命 然后过了几年后 三岁就说你只有五年生命 然后一直是一直在这个环境里面长大 所以会导致威廉在香港的 对于世界的看法 或者对于生命的看法 都跟所谓的正常人 所谓的一般人是有不同的切入点 所以威廉其实在香港的时候 很早就已经知道生命无常 或者是如何把握活在当下 我记得这本书里面有讲过一句 叫做如何才是一个human being 而不是一个human doing 那这句话是 我这本书是第一个抽屉镜头时代的 这样的 就是会看的时候就是 其中一个很有趣的想法就是 因为其实我和威廉刚刚开场开得很闯说 其实我在香港是看很多威廉的新闻 看很多报道 但是我们其实是没有见过的 反而我们在台湾是很有缘的 我是无故会去咖啡 喝完之后在外面就说 喂 木鱼 然后又是威廉来的 然后有时候又在一些音乐show 有时候在一些酒吧 然后看到又是威廉 然后过去吹嘴 也是有一次我们在商链 在高仲铭网那里撞到 然后发现高仲铭 就是一个摄影师 哇 这么吹得的 我们在台湾的缘分是这样的 也想问你那时候 为什么会来台湾 还是什么时候下这个决定的呢 那时候我是2021年来的 现在可能是两年多 那时候为什么会来台湾呢 就是其实很纯粹就是为了爱情而来的 就是不小心喜欢了一个台湾女孩 然后这样 是香港式的 是叫做是在台湾式的 很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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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前 然后所以过来这边就单纯为了爱情 本来就是 然后爱情不可以当饭吃的嘛 爱情不可以当饭吃 那唯有想一下怎么吃饭 然后就开始做一些 因为我以前在香港也有做一些NGO的工作 特别可能是有关生命教育 生死教育 然后同时间以前有时都拿捏到一些流行文化 或者我自己也有做一些不同的文化活动 所以来到这边就开始机缘巧合 就是有这本书 然后在这边谋生的时候就可以 因为我发现原来在台湾生活 其实我经常都说的 不知为什么台湾好像一天有48小时 例如你等一辆车等很久 但其实只是过了两分钟 但譬如我们在香港以前追巴士 明明只有一分钟 但是跑到巴士站已经走了 所以有多时间去想一下可以做些什么 为什么来到这边 一来就是为了爱情 二来就是 其实这边也有很多在台湾的香港人 都可以很自由自在地做自己想做的事 因为以前在香港未必有机会做到 然后这边可能有关文艺的机会可能会多些 所以就是这边 是 很感动的原因 虽然我留在台湾的原因也是爱情 哈哈哈哈 是的 因为我们其实已经结婚了 哈哈哈哈 我们不是我们结婚了 我们各自结婚了 哈哈哈哈 越赶越乱 越赶越坏 我们都是为了文艺留下 我们已经结婚了 爱情其实不是很厉害的 哈哈哈哈 说起来到台湾 也是因为这方面的 譬如我 我也是在这方面写文学 然后又写稿做报导 这边的文艺氛围 相比起香港就比较适合我 我们也是在19年之后 就是19年之后下的决定 但是我在书里面又看到另一个故事 那个故事是挺感动的 这个就跟威廉后来决定留在台湾的决定 不知道有多大的影响 但是我在书里面看到有一件事 就是刚刚介绍威廉是斑点星人 什么是斑点星人呢? 其实斑点星人是一个病的学名 但是我真的变不了这个名字 黑色素巨致症 就是罕有 在台湾叫罕有病 但是在香港就不叫罕有病 因为在香港是太罕有了 所以是不能够叫罕有病 那这边就是相对上 就是有一小撮人 就真的有同时间这个症状 然后可能几年前 就有些病友就在这边 就争取成为罕有病的其中一种 就是他成为罕有病都要去争取的? 是的 因为遗数太少了 他们都要与相关部门 然后就去说 其实我们虽然是少数 但是其实也有若干的人 若干的人数在这里 亦都需要一些支援 还有我现在就人到中年了 但是在台湾可能是有些 几岁或者几个月的 和我一样相同症状的小朋友 都需要多些支援 所以最后台湾政府 就将我们这一类型的黑色素质 巨质的人成为一种罕病 但是因为黑色素巨质 或者叫黑色素瘤 其实是有分良性和恶性 我幸好他们就是恶性 所以叫做Cancer 但是现在在台湾很多 和我们相同症状的 都是良性的 所以不一定你看到一生班 就一定有Cancer 只不过它是良性肿瘤 而有机会变成恶性 我记得在书中你说过 你是来到台湾才知道 原来身上的这种巨质是一个名字 是的 所以其实在香港甚至是你的名字都没有 没有 在香港的时候 因为我小时候已经经常在医院出入 港邮新界的医院 以前都经常去到哪里都覆盛到哪里 但永远只有两分钟而已 你要排队排队三个钟 然后你就有两分钟的时间 坐下就问有什么不舒服 然后无论你回答什么 然后医生都... 其实我感觉到他很同情的 但他都只能有那个答案就是 是正常的 譬如这里很痛 然后那里凸起了 是正常的 还有没有其他一些特别的症状 然后又没有什么 不过是痛的 痛是正常的 然后很快就变成了 你下次三个月之后再回去复诊 而在台湾看医生 台湾的医生 我真的觉得好像多了24个钟 我试过第一次在这里看医生 然后他只是说我的病变 就是由胚胎 第几个星期到第几个星期 为什么有什么变化 在哪个位置 都说了20分钟 真是仔细的 很仔细的 其实我觉得香港医生也知道的 不过是因为香港的工作量太多 就没有时间 或者根本没有时间跟你解释这么多事情 不然他真的不用下班 我记得你在书里说过一件事 也挺香港的 就是那些医生叫你回去自己拍摄自己的照片 然后你要自己比对你每一天的 那些重量的变化 然后回报给那个医生 那医生其实就是 那真的没事了 你自己管理自己 就好像我们上班 就是每天拍摄一张照片 其实我们每天见自己 都不觉得自己有什么变化 唯有靠记录才知道 我们一年前的自己是怎么样 然后一看这个slide show 就大概说 其实它也有 那些淫水包也有生长 但是有时候就慢一点 有时候就快一点 然后稳定地 以前香港医生就是说 叫Keep Worse 即是你是worse 但是你能保持 这样是不错的 反而是来到台湾之后的医生 或者整个氛围就比较友善一点 即是喜欢解答到你 到底是什么事 是的 而且开始才认识自己多一点 好像真的认识自己多一点 因为以前真的不太知道 只是知道有病 然后就活在当下 但是到底是什么病 其实没有人跟你说 是的 只是知道有癌症 再来死 然后又不太得医 因为要医 就要换呼 但是换呼了十几年 还有你又说 其实换呼 就是等于长期三级烧伤 是的 即是基本上你没有行动能力 或者是滴到疼痛 是的 所以当时就好在 家人就没有帮我下这个决定 所以我到现在都可以自由自在等死 好 再这样说下去 我们好像比较帮台湾医疗卖广告 是的 赞助的 赞助的 赞助台湾 你不认识我的名字 哪个啤酒好喝点 哪个啤酒赞助 哪个啤酒好喝点 我也想说 其实这种慢活 或者台湾这种氛围 当然非常友善 但是这样对于你去创作 就是你刚刚提到配艺 但是我们还没有正式介绍 对于台湾这种包容的环境 它怎样刺激到你忽然间会写这本书呢 其实就是 一来觉得时间多了很多 即是以前在香港 虽然我也不是打工在香港 但是也觉得时间不够用 但是这边忽然间就多了很多 所以就写这本书的时候 幸好配艺老师就是 他是刹指人 然后他以前也是前文化局局长 然后他就鼓励我 就说你写吧 如果你不写呢 我就帮你翻译以前那本书 就是广东话翻译就是国语 对 然后我就写吧 半推半就 其实我自己也觉得想写的 但是我经常都要有人推波撞难 就是写吧 越来越多了 对 如果不然我真是互在当下 虽然有些规划性的东西 我完全没有什么头绪 所以就 还有大块文化 就是这个出版社的编辑部 都非常之好 一路写 一路鼓励 流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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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有时候你都知道 写到一半都突然不是很想 就是写到为人生 其实不如不用写吧 不如先喝一杯 但是幸好他们 整个氛围都很包容 就不是每次都只是说结局 而他知道你为什么结局 说不到结局的背后原因 然后他们都可以相对地很包容你 虽然威廉说自己活在当下 但自己活在当下 在这一刻 其实已经写了一本书 以及台湾已经成立了一个业会 那我们这一部分 就来到这里 我们广告之后 再跟威廉继续谈下去 在这一部分 希望学为香港下一代提供既承传香港核心价值 又兼具国际视野的教育 透过出版 共学 令香港孩子 成为据批判独立思考的世界公民 基尼地球频道已经突破30万订阅了 我们除了有香港特区的观众之外 还有英美澳台加等等的观众 集中在关心社会的高学力人士 如果大家有任何工商合作 请与我们业务部艾伦莫经理接谈 如果大家有任何活动、社福活动、任何慈善活动 想透过我们宣传的话 亦都可以透过我们一起和大家推动 好,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第二节的坚尼读书 我们今天是威廉来说他的新书 十年后我还在写为书 我们刚刚谈到威廉的背景 他为什么来到台湾 我们即将会问到 威廉来到台湾 受到这个邀请 曾经有人给你提供过 不如将你的旧书由广东话译做国语 但威廉觉得这件事 既然也过了十年 不如写一本新的书 但是这个经验比我更加丰富 什么叫比我更加丰富呢? 就是我只是出过一本书 而且这本书是从台湾出的 我是没有找到香港出书的经验 我想问威廉 在香港出书和台湾出书的过程 或者出版的来回切磋 我经常说作家和编辑是一个猜拳的过程 威廉肯出这本书的时候 你觉得和上一本书有什么差别呢? 我记得第一次出书的时候 就是在香港出书 那时候我是想写书的 即和今次比例上的 Motivation 不是太成正比 我记得第一次就是我上书 然后我记得 是不是以前有些出版社 只要你付钱 然后就... 他愿意成为一个刷备 对 他愿意成为一个刷备 然后就帮你上架 然后我记得那时候 有人跟我说过这件事 然后我问多少钱 然后我说完数字之后 其实是自己写、自己印、自己... 发行自己? 对 跟人说我出了书 对 其实他又没有怎样做什么 人都可以发行的 我估计 不然我就放在设计的门口买 所以最后就... 以前有出版社 就知道了我这个人 然后就觉得 其实你这样好像大财小用 那人也很感谢他们 我会形容为以前香港出版的时候 或者可能我不知道现在出版是怎样的 我那时候在香港出版就是 大家很快地当一个project 很有效率地快地完成了它 我负责写东西 你又负责编辑 他又负责发行封面 对 封面 然后他就排队 然后每天天有人说插画 好像大家... 本书好像是大家teamwork 而outcome的一件事 但是在台湾就有些不一样 你很感觉到 你很感觉到 他们是协助你的 对 对 不像大家 大家帮我一起上去 对 但是在台湾就很感觉到 他们真的想帮你去完成 协助你去完成你的东西 对 那个经验都很不一样 对 对 还有这边的... 就像你所说的 就是编辑都会猜拼 然后我记得在香港的 期限就追到收了 就是每个星期都追 然后好像每天都一定要写一些... 那个感觉好像... 那个感觉好像写专栏 就是... 有KDI 是的 因为以前我也在香港 有写过专栏在报纸上 那个感觉很像 就是今天一定要每天都出来写书 但是在台湾写书的过程 就是那个感觉好像... 可以很完整地回顾自己的人生 所以我也不知道 是我以前的心态和现在的心态不同 还是怎么样 因为毕竟都老了十年 但是最明显的就是 好像以前那本书 就好像大家一起的作品 但是现在这边就是... 很多人一起去完成协助我的作品 那个摆位都很不同 听起来有些作者本位 就是我出书的时候也是这样 那时候我写了一些章节 其实我也觉得是一般的 然后我去问一个编辑意见 编辑就跟我说 你觉得好啊 好啊 你觉得不好你自己改吧 加油啊 哈哈哈 那我回去加油 哈哈哈 那我回去加藏 哈哈哈 我回去加藏 哈哈哈 你问一下当你写这一本 十年后《环奏写为书》的时候 有什么卡关的地方呢 就是有什么阻抑呢 或者令到你 是不是这样写不行啊 这样写不行啊 嗯 都挺卡的 因为自己本身的中文又不太好 然后之后 其实我对于都分不到 究竟是叫国语 还是叫华语 还是叫中文 哦 这是一个政治问题 你为什么就不论这个问题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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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 我 譬如在香港 三文两语 那我们都是用广东话的思维去书写 那些叫什么 书冕语 书冕语 这样的嘛 但是这边就是 我就很努力地用这边的言语系统 就是我一直写的时候 我是一直在说国语 在说中文的 就是一直在那里写 然后 有时候写一下 然后就会 忍不住想说两句广东话 就是 咬 这样 然后又写个咬字之后 就发现 咦? 立刻醒了 可能是看不明白的 是啊 然后可能是 那些戴头盔 安全帽 然后 究竟电单车是驾驶 还是驾驶 还有电单车究竟是 是不是代表用电的单车 是啊 台湾是有用电的单车 有很多的 还是电单车 因为我们在香港 就是叫电单车 大家都明白什么 就是电单车有电 不过是入油的 但是这边就是电单车 有另一种意思 有这些文化冲突 所以写的时候 总之一写就一直在 和自己用国语对话 还有 有时候写到 有个位置 譬如 我有些章节就是 因为里面也有说一些 刚刚我爸爸去世的部分 我爸爸就很喜欢高雄 所以我就特意去高雄写 有时候写到一半 又很想念我爸爸 然后又开始想想 不如不要写了 先想念我爸爸 乖乖乖乖 又觉得 又发现很多事情 又好像未做 还是做不到 开始就觉得 唉 我自己都搞不定自己 那凭什么学别人写书 就跟了编辑 就发牢骚 编辑 编辑 突然间就变成了 心灵大师 不要紧要的 葦林 慢慢来 不要紧要的 按你的节奏 按你的步伐 这本书是你的 你想什么时候完成 都没有问题 但如果 以前在香港 就不是这样 本书是大家的 你以为我不用排期上架 你以为我不用给时间去排版 我现在这样怎么帮你做 你以为你 你以为你作者加油 台湾才是 我还记得我有一个朋友 很少爆料 我的朋友是2012年 超乜合扬 现在是2023年 超乜合扬 不必硬不说 会有这些事情发生 就是真的对于整个出版的文化 架构 它是可以容忍到你慢慢去出版 我记得你有说过 这本书整整个的构固 都改过一次 是的 本来是by timeline 就是由我写完第一本遗书 然后搞完喪礼 然后就开始回顾喪礼 做些什么 就是2012年的7月21日 然后到22日、23日、24日 在做什么 但是这个构固也改过一次 然后就用了爸爸来做开头 因为我自己 我个人写爸爸的时候 就是打算写罪的 哦 哦 怪不得这么像一个罪 是的 是的 但是写一下 其实就觉得 好像 编辑说 其实这个不是罪 这个是 证文 是的 然后我就觉得 是的 因为我真的 对出版没有经验 我对写作也没有什么经验 虽然以前有写过书 然后就重新再学一下什么 然后 还有譬如封面的设计 是的 然后 因为我有一些 秘密信息放在里面 就是一本书 你打开 然后 有很多不同的小惊喜 是的 所以我经常都 跟我的朋友说 因为我的朋友 都给面子支持一下 然后我说 你看完之后 你试试拆了一本书 你插了一本书 你大概 有些 还有一些 小小的message 是的 那我就当 这一个 是一个 不仅是书的 载体 而可能是一个 媒介 是的 一个传递 顺色的中介 是的 是的 还有里面有些插画 其实就是 一路揭的时候 其实是一个 小小的 stop motion 是的 刚刚 威廉有说过 这本书的structure 是有改过的 就是原本是信timeline 然后后来 就变成了一个 类似倒序法的形式 嗯 我记得我看这本书的时候 其实最打动 我是在九十页附近的 九十页呢 就是什么呢 就是刚刚威廉说的 原本信timeline 就是他在十多年前 去扮他的生前葬礼的 那一部分 他当时又写到 就说他扮完 这个在殡仪馆 已经走完整个葬礼 然后醒醒了 然后将自己的棺材 火化了 然后就回到家 在想 我的人生好像已经完结了 但我的人生还在 这个剩余的时间 这个感觉 他就坐在那里想 到底会发生什么事 现世 然后第一个感觉 是肚饿 是饥饿 肉体换醒回来 然后再想 既然我还要饥饿 即是代表我有生存的 那件事 那我就想 我剩下的时间 要做些什么 但在这个时候 威廉写到 在那一刻 有一个问题 就是在于 有很多媒体上门 很多人想跟你说 你都扮了一个生前葬礼 那不如在这间病院摆多一次 不如再摆多几次生前葬礼 即是当这件事 是一个商业的一种 另一件事 就是有刚刚所说的 那种正常人去刑事你 譬如说 正常人如何去看残疾人事 就是 本书里面也有说过 如果只有一只脚 你跑马拉松 你一跑 已经赢了 因为你符合了正常人 那种 我去看你 你应该要更加厉害的那种目光 那威廉在书里面 写这一部分的时候 其实是写的感情是很real的 就是我这一种读者 我通常去看书 ok 一部分ok 哇这一部分很real ok 先记住 那我想问威廉 到底威廉是很real 我们每次遇到 基本上喝醉了 继续讲 但是在一个 我们现在是清醒的 清醒的 清醒的这个场合里面 我想问威廉对 stay real 这一部分 是怎样去看的 我觉得real 的条件 是知不知道自己是谁 譬如很多人 永远都是 譬如看到新见面的人 你好我叫威廉 然后我现在做的 然后给你一张卡片 那张卡片就好像 代表了你的人生 但是那张卡片上面的东西 是不是代表你的全部 其实未必是 所以我觉得首先要be real之前 可能就是要be me 可能是你真的要知道human being 那个being是be being human 然后你知道human之后 你知道自己的身份 然后你在做什么 而当你承认了你的自我价值的时候 而你又勇敢地去呈现出来 那才可以有real这个成分 因为譬如最简单 我们都喜欢喝酒 我们永远喝完酒都挺real的 但是怎样可以stay real呢 但是不可能24小时都不断喝酒 因为你都会眼睡 那你睡觉的时候怎样real呢 睡觉你没有酒精的时候 是不是都是real呢 也是的 所以你要看看你醒的时候 可以怎样保持你真自我价值 即是认同自我价值的一面 然后永远可以保持住这个状态 但是不代表你每次都可以 因为real其实不是代表你想怎样 其实代表你身份自我认同 即是我是这样的 然后我承认 以及我认完之后 我这样做出来 这样呈现出来 所以譬如你说刚刚跑马一虫 即是一只脚跑步 即是不知为何 即是为何一只脚参加马一虫 大家就觉得赢了 但那个人其实不是想这样 那个人就是想赢 或者是想完成这一件事 是的 即是为何你们跑马一虫 即是如果你都觉得一只脚 跑马一虫参加那一刻 然后枪一响之后 他就赢了的话 那其实你们两只结果都是这样 那需要跑马一虫 大家在开始的时候 然后参加那一刻 然后参加那一刻 那就可以了 因为参与了代表赢了 但又不是的 所以我经常去想 我们所谓小众的人 然后对于大众 我不知道是大众还是小众 还是多众 或者是小众 然后没有办法地 一定要一起生活 因为人类都是群体动物 所以就想一下 中间会不会有一些东西 可以 我又可以很real地 真的想完成这个赛事 就算我一只脚也好 至少我不用让你一来 就立刻用一个 用坐关外座的关心 来赞同我 一开始跑第一步那一刻 就是我的stay real 就是肯承认自己 自己 就是肯承认自己 你自己是什么 你自己要find out 就是这样 就是这样 William刚刚所说的stay real 其实是有一个社会面向 就是当我们去说我们很real 或者我们觉得那个人很real的时候 通常是一个超过一个人 就是有其他人在那里 William刚刚所想的就是 如果我要成为一个real的人 一定要是我有一个我的本位 去推动我去相信的 或者我想做的那件事 然后那件事才是一个 成为real的根基 可惜我们今天的时间 其实已经差不多了 那我们来到最后一个问题 这个节目呢 如果有来宾 我都会去问一个问题 这个问题是一个 以后每一个嘉宾都走不走的问题 就是假设 如果我今天拿出一份合约 是 写什么都可以 条件是任意肯定 你想怎样都可以 你不可以不写 如果要在三年内 你要写一本书 你会想写些什么呢 我想都是 因为遗书就写完了 只要写了两次 可能我之后就可能会想写一些 我自己的一些 和大众或者和民众的互动 譬如可能是 十年后我还在被歧视 那些这样 写完这本之后 你又拿到合约出来 可能就是十年后我第一次写情书 结到分了 那倒罪法 结到分才第一次写情书 是的 真的不好意思 今天非常多谢威廉你 我们第一集的堅尼读书 如果大家刚刚听到意犹未尽 其实我觉得这本书有很多精彩的地方 我们刚刚的半个小时 其实是不能进入去 真的太难了 我觉得大家是非常值得买这本书 我做个预言之前 我觉得这本书今年有可能在台湾得奖 在深谷书掌那里 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 可以用以下的购买连续 来买这本十年后 我还在写遗书 可以追踪William的IG或Facebook 那我们今天的堅尼读书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拜拜